香港楼价于月前登顶后无以为计。市场交投减少令价格回远。代理一份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指数最新报187.15点。已连续三周报跌。累赛约1.8%。个别业主持货心态转弱。红磡黄报花园及屯门例保大厦君陆名赞实识个案。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。上述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持续下跌。按周跌幅约0.94%。相比8月初的191.34点历史高位。明显回落约2.2%。至于大型屋苑、中小型单位及大型单位其余三大楼价指数。 逆交对上一周下或约0.58%至1.22%不等。此外。四个主要地区的楼价数据也普遍回落。以港岛区指数按周下赛约3.3%最伤。 跌至191.79点。跌幅为26周最大。期内新界东指数亦显示下跌约2.17%。 为48个星期最大下滑幅度。而九龙区侧微跌约0.69%。反观政府致力发展的新界西侧亦市上升。该区楼价指数按周降约1.09%至175.62点。 整体楼价走势回落。加上新盘抢去楼市焦点。二手买卖缓慢令业主软化。市场消息指出。 上述黄布花园两期15座高层D室。实用面积约389方尺。以约733万元售出。尺价约18843元。 据悉。原业主于2018年1月以约707万元入市。辞货不足4年账面紧赚约26万元或约3.7%。 扣除洗肺料选手离场。同区海日豪原则6顺价个案。中原原显案指出。屋苑17座高层E室。实用面积约870方尺。以1648万元售出。尺价约18943元。 资料显示。该座另一个高层同室单位。今年4月以约1741万元成交。 相比下最新个案跌价接近一球。新界西楼市气氛虽相对活跃。但当中也有涉量成交。 美联陈细豪表示。其中屯门区过去两日6月15宗成交个案。包括丽宝大厦中低层E室。实用面积约238方尺。买家看好北部都会区前景。 施资366万元扣入单位。尺价约15378元。 不过。原业主于2018年7月以约360万元入市。 持货满三年转售账面紧赚6万元。料食洗费。元朗区近期成交也有加快迹账。 中原黄振文表示。该区Yohomidtown第六座中层A室。 实用面积约478方尺。两房间隔。叫价910万元。减价25万元。以885万元成交。尺价约18515元。 中文字幕提供。